然後就很正常的騎著大概四五十 大家騎機車最一般的速度 在乘德路上 這是一般不過的狀態 然後突然間後面出現了一個白色的休旅車 然後它就大概不到一秒左右的時間 就是沒反應過來 就直接往我們後面 非常快的就是撞到我們 然後我們就可能從輪下逃過了一命 你一秒經過 你從車上然後莫名其妙人勒 我當時真的是 我當時真的是直接現場我真的是慌了 我真的是很酷 不是我自己恐懼 我很擔心我的未婚妻是不是 她是不是就怎麼了 我真的沒有辦法去接受這件事 我今天願意忍著這些受傷出來 就是想告訴大家說 酒駕 偵探 該死 太誇張了 太誇張了 這應該是後門吧對不對 其實不是跟朋友騎車 就是我當時其實載著我 就是還沒有公開的未婚騎這樣 然後就很正常的騎到大概四五十 大家騎機車最一般的速度 在乘德路上 這是一般不過的狀態 然後突然間後面出現了一個 白色的休旅車 然後它就大概不到一秒左右的時間 就是沒反應過來 就直接往我們後面 非常快的就是撞到我們 然後我們就可能從輪下逃過了一命 然後我的話就是大家看到的全身擦傷 那其實一定會有底下酸民會去說 可能想哄什麼的 我今天就是想告訴大家 我今天受傷的是酒駕的受害者 我今天願意忍著這些受傷出來 就是想告訴大家說 我酒駕真XXX 你一秒經過 你從車上然後莫名其妙人咧 我當時真的是 我當時真的是直接現場 我真的是慌了 我真的是很酷 不是我自己恐懼 我很擔心我的未婚妻是不是 她是不是就怎麼了 我真的沒有辦法去接受這件事 其實基本上就是四肢啊 我這邊膝蓋就是直接破一個洞 然後縫了一兩針這樣 然後我的腳就是 反正就是幾乎就是擦傷 深度擦傷啦 然後褲子就是當下穿的褲子就破了 然後我上衣為什麼穿這樣 是因為我上衣已經破了 所以我沒有辦法 那對 然後我的右腳也是擦傷 其實基本上大部分都擦傷啦 那對一般來說其實可能就 可能就很難以忍受 但是因為我本身體質上比較耐痛比較高 所以我還有辦法在這邊跟大家講話 並不是不嚴重 也不是說裝可憐 因為有一隻就是手指頭的邊邊 有被削掉這樣子 她的傷勢其實跟我就是差不多 她是屬於被擦傷 然後腳也是擦傷 因為她本身也是從事拍攝拍照的工作 所以她其實當下的時候是很難過 然後情緒是很大的 然後最重要的是 她的腳踝有一個骨頭是骨折的 那這一個部分必須要開刀 不然她沒有辦法就是修復正常的走路 對因為她現在腳就是包石膏 然後其他部分就是背跟腿就是有擦傷 但是她的是比較輕度